欢迎来听好说 本期节目是来填坑的 之前我做过一期节目叫女人生孩子有啥大不了 其中承诺过要找时间讲讲美国的医疗系统 是怎么用买兰博金仪的钱买到五菱红光的 今天就来履行这一承诺 我记得曾经有个作家吐槽过 说我最讨厌别人夸我了 因为他们总是夸不到点子上 我对很多的美吹也是深有同感 恨铁不成钢呀 你要夸美国你可以夸夸美国 地大物博风景如画军工强大金融发达 很多可以夸的地方 但是居然有人夸美国的医疗系统 那我就真的怀疑你是不是高级黑了 这就相当于是你夸马云长的帅 夸周迅个子高夸韩红身材苗条 我估计人家听了之后不会高兴 只会翻脸你是来砸场子的吧 美国的医疗真的就是买兰博基尼的价格 买了五菱红光 翻译过来贵的离谱贵的没道理 先说贵到什么程度 从宏观上说 美国的医疗支出已经占了GDP的20% 整整五分之一 跟德国全国的GDP一样了 吓人不 那你比较起来 中国的医疗支出只占了GDP的6.5% 跟美国的差距真是太大了 再从微观上来说 从1984年以来 美国的医保费用增加了740% 我知道有的情在想什么 那1984年的收入能够跟今天相比吗 不好意思 请不要用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增长水平 跟美国这种发达国家相比 美国的增长收入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停滞状态 同期的工资增长水平仅仅增加了24% 45%相当于没涨 但是医保费用可是增加了7.4倍 自己体会一下吧 普通的美国上班族 一个月的医保费用大概是几百美元 就算是400吧 公司在交双倍也就是800 合在一起1200美元 一年下来将近1.5万美元 当然了 自掏腰包的只有5000美元 公司交的可以不算 不过你再细想想 公司交的钱是哪来的呢 贴上掉下来的吗 还不是你自敢赚的 请注意哦 这只是医保 很普通的医保 你是不是以为 那我交了保险 看病就不要钱了 想得美 医保呢 是只报一部分 你要是问 报哪一些 不报哪一些呀 不知道 真的 不光我不知道 你随便问问哪个美国人 谁都不知道 谁也研究不清楚 你研究清楚了也没用 因为这个政策 它还随时改 反正就稀里糊涂混吧 反正一般这种医保呢 会给你留一个兜底 比如5000美元 啥意思呢 就是说你只管去医院 花吧 等你自付超过5000美元的部分呢 医院会给保险公司那边直接保 别想得太美 各种限制还是有的 但是先不管那一些 咱们就按照这种保险粗略的算一下 就是你每年没病也得交5000美元 有病的话呢 就得差不多 1万美元往上了 你还别跟我吹什么 美国人民收入高 赚美元 花美元 不心疼 实际上 2019年 美国的人均年收入 中位数是 2.73万美元 换句话说 你的年收入达到 2.73万美元 你就超越了50%的美国人了 这么算算 你觉得心不心疼 真的不夸张 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 真的就是每年1万多美元 你都不用换算成人民币 就简单粗暴的这么理解 有超过一半美国人 每年赚2万7 看病 花1万 你看这支出 有没有倒吸一口凉气 美国人民大把钱 都花在医疗健康上了 那身体得多健康呀 而结果呢 结果就是美国人 花了这么多钱 就买了个寂寞 去年美国的预期寿命是 77.3岁 跟中国一样 其他什么婴儿死亡率 产妇死亡率 统统紧跟中国 而中国的人均医疗费用呢 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换句话说 买同样一辆武林红光 中国掏了一辆自行车的钱 美国掏了一辆兰博基尼的钱 有的金可能要表示疑惑了 不是说美国医学发达吗 人家有钱人还搞赴美医疗呢 特意跑到美国去治病 是啊 你说的对 美国的医学很发达 欢迎有钱人来美国治病 这里有世界超一流的专家和服务 可是我上面说的呢 全是真实数据 人均数据 比中国更发达的顶级医疗 跟中国一样的人均数据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 我跟马化腾的财产 人均以下 我们俩就都是福布斯榜上 资产百亿美元的超级富豪了 平民都是被平均了呗 只是你财产被平均了 还能自我安慰一下 平平安安就是服务 你寿命被人给平均了 拜托自行想象一下那种愤怒吧 所以当初奥巴马高举 一改大旗 一举入主白宫 结果呢 搞来搞去 还是搞了个寂寞 不是我悲观 就美国这医疗系统 什么奥巴马 奥巴牛 特朗普特 美普 老拜登 老黑等 谁上都没用 急重难返 等死吧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来听好说 如果你觉得这节目还有点意思 拜托支持支持 给我捧个人场 点点赞哦 关注一下吃不了亏 订阅一下上不了当 好说好说 咱们下期再会